对于娱乐圈许多明星来说 很多人的说道都是迫不得已 就比如吴启蒙 因为要为付还债 以体育运动为志向的吴启蒙不得不拼命工作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就必须得每个月还款20万人民币 每天工作时长更是超20小时 对于林依晨来说 也同样没能逃过养家还债的命运 五岁时林依晨的父亲就离开了家庭 小小的林依晨只能跟母亲一起生活 而母亲却只能靠信用卡艰难度日 终于欠下了120万元人民币的巨款 得知消息的林依晨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下注 16岁的她毅然决定要自己担负起这样的债务 因此拼命地参赛 街拍广告和MV 也是因为林依晨绝对的毅力和过人的天赋 20岁的林依晨被星探发觉 并开始了拍戏的生涯 同时兼顾自己的学业 之后 林依晨与郑元唱拍摄的 恶作剧之吻一下让元相情 这个角色为众人熟知 林依晨的事业也因此正式走上轨道 出道仅6年 林依晨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之后 父母重归于好 没有任何的埋怨 也没有任何的不悦 相反 这个坚强的女孩还特别的开心 由衷地为父母感到高兴 当然 在事业上 林依晨也从未停止脚步 依靠作品两次获得金钟奖影后 还与胡歌 刘烨 冯绍邦等众多知名演员 合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同时还在不断发展自己 并前往英国研修 与众多男性合作 但却先少有微闻传出 只能说林依晨还在坚持等那个队的人 终于 2014年 林依晨与林依超一起步入婚姻殿堂 如果不仔细注意的话 大家根本不知道原来林依晨的丈夫林依超 还是一个不简单的不家子弟 不过对这一切 林依晨显然并不在意 只要嫁给爱情就好 直到现在 年过30的林依晨还依旧是那个可爱的阿拉雷